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在《神探夏洛克》系列大结局前,先给大家带来一部特别篇 《神探夏洛克》大电影之《地狱新娘》 这部电影按照整个系列的剧情排列,是在第三季结局和第四季第一季之间 整个影片故事情节十分烧脑,一层叠上一层 将会颠覆大家对于《神探夏洛克》整个故事的认知 这部影片和电视剧不同,开始在维多利亚时代 也就是《柯南道尔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原著的背景时代》 从阿富汗战场退伍回来的老兵华生,行走熟悉又陌生的伦敦街头 不禁十分迷茫,这时他遇到了一位老友麦克 两人寒暄一番后,华生悠悠地感叹,自己很难找到一位室友合租 麦克却笑着说,今天你是第二个跟我这么说的人 华生连忙问道,第一个和你这么说的人是谁 画面转过,麦克带他来到医学院,看到了一位正在抽打尸体的男子 这名男子身材消瘦,梳着背头 麦克向华生介绍说,这是夏洛克福尔摩斯 就是我和你说的那个人 就像另一个世界的两个人初见一样 福尔摩斯一眼就推理出了华生过去的经历 华生被他折服,两人一见如故 一起合租在了贝克街R21B号公寓 就这样,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 两人开创了另一个贝克街的传奇 时间来到多年以后 华生将和福尔摩斯一起摊案历险的故事 改编发表在了报纸上,大受欢迎 两人成为了伦敦备受瞩目的侦探组合 这天,二人从外地办案回到贝克街公寓 发现一位蒙面的神秘女子在等待着他们 华生还没反应过来 福尔摩斯就凭着香水味道揭穿了她的身份 这名神秘女人正是玛丽 在这个时代中,女人不受尊重 也没有地位,只是男人的附属品 玛丽也只是一位普通的妻子 但是她十分向往能和福尔摩斯、华生一起去探案 华生有些恼火,对玛丽说 你去了,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 玛丽立刻反驳说,那你呢 你的工作不也只是跟在后面做做笔记 然后在适当时候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这时,一边悠然拉着小提琴的福尔摩斯 突然打断了两个人的争论 若有所思地说,舞台已经设好 布幕也已升起,我们可以开始了 华生疑惑地问,什么开始了? 你有新的案子? 福尔摩斯回答说,要破解眼前的谜题 就要揭开陈年旧案 我必须要深入研究一下我自己 大家注意,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接着,福尔摩斯让正巧刚到门外的雷斯锤德警官进来 雷斯锤德带来了一件离奇又诡异的案子 昨天早上,一命面色惨白,纯色血红 穿着白色昏纱的女人突然发疯 拿着两把手枪,在阳台对着楼下的路人们肆意开枪 口中不断狂热地喊着 你,是你,还有你 接着,他又做了一个深呼吸 癫狂地喃喃着,是你还是我 然后将一支枪塞进了嘴里,扣弩扳机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 他脑后的门脸上溅出一滩鲜血 就像是另一个世界中莫利亚地自杀时的场景一样 雷斯锤德说到这儿,福尔摩斯打断了他 表示只是一名疯女人引弹自尽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雷斯锤德说这不是结束 恐怖的事情发生在昨天夜里 这个女人叫做艾米丽亚 她的丈夫对她的死毫不在意 也没打算去停尸房领尸体 但到了深夜,她从鸦片馆出来准备回家时 却忽然听到了艾米丽亚优美又诡异的歌声 她立刻吓得毛骨悚然,汗毛倒立 这时,她身后的马车上 下来一位身穿婚纱,手持猎枪的女人 女人揭开头盖 正是今天当众自杀的那个疯女人艾米丽亚 丈夫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 但另一边酒馆门口的人们 也都看见了这个已经死了的女人 纷纷被吓得不知所措 就连巡逻警察也吓傻了 女人微笑着轻声问丈夫 你看我美吗,是不是像你当年逼着我嫁给你那样 然后她扣动了扳机 击毙了自己丈夫,转身走进了黑暗中 听完雷斯锤德的讲述 福尔摩斯表示这太精彩了 要现在就带着华生跟雷斯锤德 去停时间看看这个疯女人的尸体 玛丽也要求跟着过去 华生却拉住她,轻声说 你赶紧回去给我们做饭 然后跟着福尔摩斯先离开了 玛丽很不开心 对二人消失在门口的身影喊 我参加了一项活动 准备出门的雷斯锤德 饶有兴致地问 是吗,什么活动 玛丽郑重地说 争取女性投票权 雷斯锤德不是很能理解她所说的 下意识揭话道 那你是同意还是反对 玛丽立刻十分生气 将她赶了出去 雷斯锤德走后 玛丽独自一个人在客厅里生闷气 这时房东太太过来 给了她一封她的邮件 玛丽看到正面上M的字样 连忙翻过背面 背面只有一个单词 马上来 她立刻喜出望外 让房东太太转告华生 自己今晚会晚一些回来 画面转到停尸房里 在这个时代 莫丽是一名十分厌恶卷服的验尸官 并且她还女扮男装 为自己戴上了可笑的胡子 只是不想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 而被人看清 她给福尔摩斯和华生 看了艾米利亚的尸体 两人检查一番 莫丽在一边介绍说 已经多方确认了 这个死了的女人 的确是艾米利亚 而昨天夜里当街杀人的 有很多目击的路人 华生看了看艾米利亚的尸体 忽然想到了什么 猜测说 既然她尸体一直在这里 那么昨天夜里 杀了她丈夫的 就是她的双胞胎姐妹 福尔摩斯看了看她 表示她没有双胞胎 华生又想了想 然后一脸自信地说 那就是秘密双胞胎 她有一个一直隐藏起来的亲姐妹 就为了这个计划 福尔摩斯无奈地否认了说 你的意思是 他们一出生就安排好了这一切 莫丽在旁边 继续说起了又一件诡异的事情 那就是 昨天早上尸体送来的时候 她特意留意了 食指上是没有血的 但是昨天夜里 她丈夫死后 艾米利亚的尸体的食指上 多了一抹血迹 而停尸房的墙壁上 也出现了一个写写的单词 U 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就说明了一件 无比恐怖的事情 墙上这个写写的单词 是艾米利亚死了后 自己复活写上去的 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 看着墙上的写字 这件案子看似诡异万分 疑脸重重 但最核心的问题便是 这个女人是如何死而复活的 只要解开了这个谜团 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 她完全没有头绪 精神也开始恍惚起来 男男着 把枪放在嘴里 子弹将后脑炸开 她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这里小伙伴们注意一下 在英语里 男人的她和女人的她 是两个单词 福尔摩斯这里说的 是男人的那个她 一边的华商联盟纠正说 你为什么说她 这是一个女人 福尔摩斯立刻回过神来 向雷斯锤德说 这样子自己接下了 有结果会发电报通知 然后叫上华商一起离开 华商临走时叮嘱茉莉 这具尸体的死因 虽然是枪伤 但她也患有肺结核 值得解剖研究一下 画面一转 几个月过去了 伦敦又发生了 五起一模一样的 鬼魂新娘杀人案 福尔摩斯 对烦躁不已的 雷斯锤德表示 这只是无脑报纸 将鬼魂新娘杀人案 传得神乎其神 人们现在都喜欢 把谋杀 伪装成这个样子 来混淆你们这些 愚蠢警察的视线 然后福尔摩斯 给华商发了电报 约他一起 去哥哥迈克罗夫特那里 表示哥哥找人有事 华商死时 正在自己家中 虽然这段时间 他很少跟福尔摩斯 出去办案了 但玛丽却似乎很忙 每天很少回家 让他很是脑活 不禁对家中的小女仆 发了脾气 这时 他收到了福尔摩斯的电报 立刻赶了过去 福尔摩斯和华商二人 来到迈克罗夫特这里 在这个时代 迈克罗夫特 是一个嗜好暴食的胖子 坐在那里 像是小山一样 他告诉福尔摩斯和华商 也许要出现新的战争了 虽然已经从一多年 但华商听到战争 瞬间满血复活 迈克罗夫特却迈起了关子说 这些敌人 日日伴在我们身边 我们无法制止 但这次 我也只是直觉 需要我的弟弟 你去证实 我给你介绍了一个案子 一会儿回去 会有一个 叫做卡迈卡的女人 去贝克街 华商还不依不饶地问 要和谁开战 迈克罗夫特话里有话的回答 不用关心那么多 这战争我们必输 因为我们是错误的一方 画面转过 迈克罗夫特所说的 卡迈卡夫人来到了贝克街 向华商和福尔摩斯 说出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在前几天 她的丈夫尤斯特爵士 收到了一封匿名来信 里面是五颗菊盒 尤斯特爵士瞬间脸色惨白 颤抖着说了一个单词 死亡 然后把信销毁了 后来一天 卡迈卡夫人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她的丈夫壮弱癫狂地 望着窗外一片迷雾中说 她来找我了 我的罪孽来找我了 然后哭着跪倒下来 不明状况的卡迈卡夫人 只好揉声劝慰 她才继续睡去 更恐怖的事情 发生在今天清晨 她醒来的时候 发现一只神情恍惚的 尤斯特爵士 居然静止走进了 迷雾蒙蒙的花园中 似乎是被鬼魂附身操控了 她连忙过去追赶 寻着一段圣人的歌声 她在公园深处 找到了丈夫 在伦敦满城风雨不得安宁的 鬼魂新娘艾米利亚 尤斯特爵士哭着请求她饶恕自己 艾米利亚则冷冷地对她说 今晚我就来要你的命 然后就要缓缓揭开盖头 尤斯特爵士终于无法承受恐惧 昏了过去 画面回到贝克街21B公寓中 福尔摩斯告诉卡迈卡夫人 既然今晚艾米利亚来杀尤斯特爵士 那咱们就将计就计 一会儿我和华生就过去 埋伏在你家中 等候这个鬼魂新娘到来 卡迈卡夫人不想用自己丈夫做诱饵 但在福尔摩斯再三承诺 一定会顾尤斯特爵士周全下 她还是同意了 另一边 迈克罗夫特向一位神秘人说 我弟弟已经接下了卡迈卡的案子了 你可以按照我说的行动了 但注意不要被他们发掘 你为我工作 玛丽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说 好的你尽管放心 原来一开始玛丽收到的那封 署名M的信件 是迈克罗夫特寄来的 按照计划 福尔摩斯和华生 坐火车刚往尤斯特爵士家中 途中 华生一直深深担忧着 艾米利亚真的是鬼魂复生 福尔摩斯则表示 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鬼 然后他顿了顿说 就算有鬼 也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华生正想在追问 火车却驶入了隧道 福尔摩斯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闭上了眼睛不再多了 两人到了尤斯特爵士家中 和他们见了一面 尤斯特爵士对自己妻子 在贝科街讲述的一切都适口否认 表示自己一切安好 那都是妻子精神错乱瞎说的 福尔摩斯打断了他问 你认识艾米利亚吗 尤斯特爵士联盟说 不,我不认识他 福尔摩斯戳破了他的谎言说 那你为什么会用哈尔呢 我可没说他是女人 然后他就转身带着华生离开了 华生问他晚上有什么计划 他回答说 已经安排好卡麦卡夫人 今晚和尤斯特爵士分房睡 又让他锁上了所有门窗 接着他又讲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在北美传统文化中 橘子种子代表了复仇 尤斯特爵士一定在隐瞒着什么 应该是他在北美 曾有过一段不太光彩的过去 而从刚刚谈话中可以得知 他不光彩的过去 一定和艾米利亚有关 到了晚上 外面蹲守的华生和福尔摩斯 正在闲聊 突然鬼魂新年艾米利亚的身影 漂浮在远处 两人连忙追了过去 却又发现 刚刚看到的影像消失了 这时只听见屋子里 传来一大块玻璃破碎的声音 福尔摩斯连忙打碎窗户翻了进去 让华生拿枪守住这个窗户 防止有人从这里逃跑 进去的福尔摩斯 循着地上的血迹 一路追过去 看到了尤斯特爵士倒在地上 连忙拉起来 发现他的胸口上插了一把匕首 已经死了 他连忙再回去找华生 然而另一边的华生 因为害怕点起了烛火 却听到身后 传来嘶哑音声的女生说 不要忘记我 他连忙回头看去 赫然发现 自己身后站着一个穿着雪白婚纱的女人 立刻吓得魂飞魄散 拔腿就跑去找福尔摩斯 两人在楼梯拐角相遇 福尔摩斯埋怨华生 拿着枪还没收好窗户 华生惊慌失措地表示 那个鬼魂就在窗边 福尔摩斯连忙又追了过去 却发现空无一人 什么也没有 这一下 尤斯特爵士死了 凶手也跑了 他十分懊恼 画面转过 雷斯垂德警官来了 安慰福尔摩斯别太自责 福尔摩斯整理了一下情绪 说出了一个疑点 那就是 明明听到了大块玻璃打碎的声音 却没发现有其他窗户被破坏 接着 雷斯垂德又说出了另一个疑点 尤斯特爵士胸口那把独命匕首上 带着一个字条 福尔摩斯打断了他的话说 不可能 刚才我检查过 没有字条 只有一把匕首 然而当他走过去 再次查看时 却发现匕首上 真真切切地留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想我了吗 各位小伙伴对于这句话 是不是很熟悉 这正是第三季大结局 莫里亚地出现在全英国 所有电视屏幕上说的那句话 而在这个时代中 莫里亚地是一名掌控 整个欧洲犯罪帝国的数学教授 早在来辛巴赫瀑布 与福尔摩斯对决的时候 坠落身亡了 福尔摩斯拿起纸条 精神开始有些恍惚 进入了幻想中 看到了肥胖的麦克罗夫特 麦克罗夫特拿着那张写着 想我了吗的纸条 告诉福尔摩斯 你陷得太深了 莫里亚地想要扰乱你 如果在雷辛巴赫 他没有死 他肯定会来找你的 福尔摩斯面色冷峻地表示 自己随时恭候 然后离开了 接着画面转过 福尔摩斯从那天 尤斯特爵士死后 开始在家闭门不出 苦苦思考案情 但是毫无头绪 于是他决定 给自己注射一些药物 来刺激一下大脑 然而在药物的作用下 他又一次进入幻想 看到了莫里亚地 莫里亚地 还是那么神经质般的狂热 他告诉福尔摩斯 你根本不关心 尤斯特爵士的死 和鬼魂新娘到处杀人 你只想知道 艾米利亚把枪放进嘴里 开枪自杀 然后如何复活的 你只想知道这个 这是不是 让你想起了另一个案子 你记得吗 说到这儿 莫里亚地把枪放进嘴里 扣动了扳机 然后他又完好无损地站了起来 卷夫震惊地 看着毫发无损的他说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亲眼看着 你死在我面前 莫里亚地说 让我来告诉你 来辛巴赫瀑布不是瀑布 是坠落 这时 整个房间开始颤抖 场景扭转 卷夫在飞机上醒来了 这正是第三季大结局的结尾 卷夫本来因为枪杀马格努森 被判处流放东欧做间谍 但莫里亚地的影像 突然出现在伦敦所有屏幕上 于是 英国政府命令麦克罗夫特 紧急召回刚起飞四分钟的卷夫 刚刚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在飞机返航 这四分钟内的幻觉 鬼魂新娘艾米利亚 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真实存在的一个案件 卷夫想要通过这个案件 来参透 莫里亚地是如何死后重生的 再加上吸食过多毒品 所以他进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幻象 内里的一切 都是他在大脑里构建的 所有人性格样子 也都是他内心中的影像投射 比如其中 肥胖的麦克罗夫特 就是源于 他童年 被小胖堆哥哥 欺负留下的心理阴影 而一开始 他所向华生玛丽宣布的 舞台已经设好 布幕也已升起 我们可以开始了 便是已经构建完成的整个世界 开始输入鬼魂新娘案进行推演 所以雷斯水德探长 正巧近来 带来了这个案子 但现实中的麦克罗夫特和华生 只是觉得 他是为吸毒找借口编造的理由 可玛丽却在手机上 真的查到了这个案子 众人这才相信 卷夫所说的是真的 卷夫急躁地说 你们安静 我现在需要立刻回去 华生在很是不满 他滥用毒品 问道 你嗑的是马菲 还是可卡因 场景瞬间变换 回到了维多利亚时代 嗑药过多的福尔摩斯 在神智朦胧间 听到华生在问自己 你嗑的是马菲 还是可卡因 他立刻清醒了过来 对华生说 这只是办案需要 然而华生却十分愤怒 大声斥责他滥用毒品 这时 伦敦丐帮的一个小孩 给福尔摩斯送来一封电报 福尔摩斯草草看了一眼 立刻大惊失色 拉着华生就离开了 在路上 他告诉华生 这封电报是玛丽寄过来的 他找到了鬼魂新娘事件的真相 现在在一座教堂中 处境十分危险 二人赶到教堂 见到了玛丽 玛丽告诉二人 自己一直在偷偷调查这件事情 后来 受到麦克罗夫特指点 找到了这里 然后 他带二人来到了教堂大厅前 只见大厅中 一群奇异装束的人们 似乎在举行什么诡异的仪式 福尔摩斯 直接过去敲了一声铜锣 打断了他们的仪式 然后走到人群中间 讲出了自己的推理 揭开了一切真相 原来艾米利亚那天 当街开枪 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关注 然后吞枪自杀时 他只是把一支枪放在嘴里 扣动的是另一支手枪的扳机 与此同时 约定好的同伙 将准备好的血液 泼到他脑后的门脸上 所以恐慌的人们 看到了他当众自杀的样子 接着 他和同伙 将一具和他很像的尸体 与他进行替换 送到了停尸房 因为只是自杀 所以警察也没太主意 艾米利亚就这样成功 瞒天过海脱身 到了晚上 他在鸦片馆外 找到了他的丈夫 当众杀了他 从此 鬼魂新娘重生复仇的故事 就开始传遍了伦敦大街小巷 而做完这一切的他 就按照早上 人们看到的死法自杀了 让同伙 又将停尸房的假尸体 换成他的真神 并在墙上留下幼的鞋子 这样警察重视起来 再去验尸 也确凿无误 而艾米利亚做的一切 是因为她加入了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 要发起一场战争 那就是女权战斗 不被男性忽视 不被尊重 所以要团结起来 推翻自己遭受的不平等待遇 而艾米利亚本身 就得了不治之症肺结核 所以她选择 让自己死得更有意义一些 制造了鬼魂新娘 死而复活 杀了傅欣汉这个恐怖案件 使所有不尊重女性 歧视女性的男人 都会恐惧 现在这个教堂里的所有女人 都可以伪装成鬼魂新娘 去惩罚 欺辱自己的男人 尤斯特爵士被杀当天 福尔摩斯和华生 看到的鬼魂新娘 便是他们用一大块玻璃 投射出的幻影 这是一种古老的戏法 利用了佩帕尔幻象原理 那时 福尔摩斯和华生 听见玻璃打碎的声音 是他们移动的时候 不小心打碎了 而华生 看到自己身后的鬼魂新娘 其实是自己家里的 小女仆假扮的 她也参与了进来 这时 人群中的莫莉走了出来 她换回了女装 告诉福尔摩斯 艾米利亚早年 在美国认识了 有斯特爵士 以为她会娶自己 给自己金钱地位 没想到 尤斯特爵士 只是和她玩玩 接着 人群中另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正是在现实世界中 卷幅为接近马格努森 而欺骗的珍妮 她补充说 后来米利亚 嫁给了她的丈夫 但她的丈夫 却是一个家暴的畜生 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欺辱过女性的人 揭开所有真相的福尔摩斯 继续说 的确就像迈克罗夫特说的那样 这是一场我们避暑的战争 因为我们是错的一方 至于这一切的幕后推手 应该就是卡麦卡夫人吧 尤斯特爵士 如此肮脏龌龊的过去 也只能是 她朝夕相伴的妻子能知道了 这时 福尔摩斯身后 走过来一个身穿雪白婚纱 披着盖头的人 福尔摩斯自信地认为 她就是卡麦卡夫人 说道 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想明白 你为什么来找我阻止 你自己策划的谋杀呢 卡麦卡夫人咯咯地笑了起来 然后摘掉了头套 居然是莫里亚地 莫里亚地 一副无奈的神情告诉卷福 这都是假的 这都是你想象的 这漏洞摆出的推理和案件 都是假的 福尔摩斯只感觉天旋地转 听到有人在叫自己夏洛克 场景转换 她从病床上醒来了 看到华生 玛丽 麦克罗夫特等人 似乎回到了现实 醒来的福尔摩斯 带着众人 来到艾米利亚的坟墓处 表示自己已经想通了 那种百年前的 鬼魂新娘案的真相 现在要挖出艾米利亚的棺材 验证推理 因为艾米利亚的假死 用了假尸体做障眼法 所以她的棺材里 一定有两具尸体 华生觉得她的想法十分荒诞 于是带着玛丽离开了 只留下雷斯锤德 帮着福尔摩斯继续挖 到了晚上 两人挖出了棺材 却发现 里面只有一具尸体 福尔摩斯不相信自己推理有误 认为另一具尸体 可能是埋在棺材下面了 又跳下去继续挖 这时 鬼魂新娘的歌声响起 他回头望去 发现棺材里的干尸 居然坐起来 向自己扑了过来 福尔摩斯吓得惊叫一声 场景瞬间转换 这次福尔摩斯 是在莱辛巴赫瀑布边醒来 原来刚刚发生的一切 是他更深一层的幻象 现在在莱辛巴赫瀑布边 便是他幻象的最深层 因为他在这里 看到了毕生的猛眼 莫利亚蒂 就像鬼魂新娘 艾米利亚的死而复活 给所有骑士女性的男人 内心深处 种下恐惧一样 莫利亚蒂 如果说卷伏的大脑 是一个硬盘的话 那么这个丧心病狂的疯子 就是病毒 每当他脆弱无助 遇到困难挫败的时候 莫利亚蒂就会出现 拉着他坠入无尽深渊 莫利亚蒂凝笑着说 我要在你的幻象中杀了你 决心鼓足勇气 冲破新猛的卷伏 不懈地挑衅说 小矮子 你等着坠落吧 莫利亚蒂立刻暴怒地 将他安在地上 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卷伏居然没有一点还手之力 接着莫利亚蒂将他拉了起来 然后狂热地说 让我们一起坠落吧 你对我无能为力的 因为一切到了最后 只有你和我 我们是一样的 然而这时 华生赶到了 莫利亚蒂再一次算错了一件事 卷伏和他有一样不同 那就是卷伏有华生 接着华生帮卷伏 将莫利亚蒂 从莱辛巴赫悬崖上踢了下去 然后华生似乎已经知道 面前这个人 是另一个世界中的福尔摩斯 他问卷伏 你准备怎么醒来 卷伏想着想说 当然是坠落 坠落是无法杀死我的 说完 他纵身一跃 场景变化 卷伏从飞机上醒了过来 经过在一系列 重重幻想中的穿越 他已经确定了 莫利亚蒂已经死了的事实 就像是艾米利亚 死后又出现的 鬼魂新娘杀人一样 伦敦所有屏幕上出现的影像 都是他同谋 在实施他死后的复仇计划 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静观其变 无论这个疯子 死后还有什么丧心病狂的计划 现在的卷伏 都有信心 可以再次击败他 最后镜头来到了维多利亚时代 伦敦开始了女权运动的浪潮 福尔摩斯最后 也放弃了鬼魂新娘案 华盛准备这次发表的故事 用福尔摩斯 未能破案作为卖点 并且给这个故事 起名为地狱新娘 影片结束 整个故事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重重幻象 让很多观众理解都会有些困难 这里惊悚哥将卷伏幻象中 维多利亚时代的他 称之为福尔摩斯 来和有意识的卷伏进行区分 这样大家是不是能容易理解了呢 其实这个影片 更深层次展现的 是卷伏内心世界 对于身边所有人的投影 比如小时候 一直欺负自己的小胖堆哥哥 还有精明能干的玛丽 和一只笨手笨脚 却在最紧要关头出现 扭转局面的华生 这里值得留意的是莫莉 在维多利亚时代 莫莉女扮男装的事情 福尔摩斯并没有看出来 反而是华生看出来了 而看到莫莉恢复女装的福尔摩斯 是无比的震惊和诧异 一瞬间有些怀疑自己 这里其实对应的是 在第二集第一集 莫莉向他表白的时候 所有人都知道莫莉喜欢他 但他那时候才注意到这个 一直默默暗恋自己的女孩 并且心中生出了几根 若有若无的情思 而最后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镜头 却又似乎暗示着 这是两个平行的世界 也或许卷浮的一切 其实都是福尔摩斯的幻象 是不是觉得 颠覆了整个神探夏洛克的故事呢 这就留给各位小伙伴们 自行去想象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期将为大家带来 神探夏洛克整个系列的大结局 所有的谜团都将一一解开 所有人都将迎来自己最后的结局 贝科街的传奇也将结束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